大家好,今天跟大家第一次录这种 然后边走边外边录的一个视频 我说过我们现在正在丹麦的Uland 正在度假,其实我是在这边租了一个Summer House 我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一听 我们这Summer House旅行的过程是怎么样子的 今天正好也借这个时机啊,我们录下这样的视频 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看看结果吧 因为我是带着两个小孩两个老人过来的 当然我们是开车从哥马哈根过来 然后我主要是带着小孩去Legoland 本来想去Legoland,但是可能时间不太够 我还只是去Legoland和在周边逛一逛 所以说我就租了一个离Legoland不是很远的地方 开车差不多半个小时25分钟左右吧 其实我还是可以租白了去那边守着海边 因为老人其实对海边并不是特别的感冒 他们主要是喜欢这种森林啊 或者是这种田园啊,比较安静的地方 因为我们也几乎不总是在这种Summer House里面待着 对吧,但主要的时候还是出去 带着小孩去Legoland或者是各个地方跑着玩吧 我自己觉得这种这样的方式其实也是蛮好的 首先说一下价格吧 我其实是差不多前一两周才订的 因为我在一两个月之前我也看了差不多这份的价格 也就是在七天 就是六万七天的话 差不多也就是五六千块钱的样子 然后最后一两个月之前差不多这个价格 现在就是看呢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所以说我就最终也就订了差不多五千多吧 五千六百多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五个人 我们是开一辆车过来的 首先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你一定要有车啊 如果没有车的话 其实我还是不建议的 因为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没有车的话 你这个summer house 它会在特别偏远的地带 然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然后买东西也不是很方便 然后公共交通也不是很方便 如果你去其他地方 尤其是你来到了这种大岛这些地方 没有一个车的话非常不方便 我觉得就是说 你有summer house的话 想去租summer house的话 车是一个必须的一个必须品吧 然后之后呢我就觉得我们还好 因为我目前这边summer house这边呢 租的这个公司 这个公司 我忘记名字了 反正是以单开头的 是一个黄色的一个标志 或者大家感兴趣的话 到时候我发一个视频的时候 我可以把那个他们的名字发在这儿 当然我也不知道大家感兴趣 是否感兴趣 我觉得这边的景色还可以 因为这边有一个湖 虽然它没有对着说 海景是没有喊的话 它是有湖的话也不错 因为目前在丹麦的这种最近的气氛 就在20度左右 你几乎也没有办法下海 好 我现在到了这个湖边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 这边看一下 这个湖这边的景色 因为这有一个小 我可以坐在这 去跟大家聊一聊这个 就是在湖边 我可以先坐在这 我觉得这边的景色 还行吧 但是第一天来的时候 风特别大 叫做这个湖水 当然湖水跟海水确实差点近 这边也有其他的 summer house的人过来 然后我们主要是 第一天的话去了legoland 然后主要是带着小孩玩嘛 其实大人还是蛮累的 然后这边主要是暑假的过程之中 然后legoland人还是蛮多的 我想的legoland也是因为 这种打折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的其他的 小孩来这边过来的没有 然后其实还蛮好的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湖的景色 放远一点 天空中的云 其实还是蛮惬意的 昨天我女儿和岳父他们过来带着一些吃的 在这湖边一些吃 反正我感觉是蛮好的吧 这只是我租的summer house 我觉得不同的summer house 它肯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特点 有的是靠近海边 但总之来说景色都是蛮不错的 所以说我给大家建议的话 如果是说你在 怎么说呢 如果你从国内过来来丹麦的话 这种方式上是蛮不错的 你可以租个车 然后租个summer house 然后在这个周围 比如说租个一个星期 你就开车 在一个周围都逛逛 然后今天我们也逛了很多的地方 比如有些博物馆 但是发现现在星期一 去了一个博物馆没有开门 然后又去了一个徒步的地方 还是蛮好的 因为很多的时候在大岛这边的话 你的车开到某些地方的话 它的景色都是蛮好的 景色很好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停下来 去拍拍照啊 去做的什么样的事情 也是非常惬意的 然后我们还去了 今天还去了哪里 还去了就是Vela那边的路园 主要是带着小孩 然后找地方吃饭 然后逛一下超市 买一些东西之类的吧 嗯 然后这边的 我怎么说呢 这边六七月份 天气状况的话 就是说 时不时的就会下一阵雨 但像这种比较天气比较好的 其实今天早晨 它就是说还是下雨的 如果你碰着哪段云的话 你一定就会 就会找个地方躲一下 或者是找 坐在车里 然后过一段 其实它就过去了 这片云过去的时候 也就过去了 嗯 所以说你不知道 如果碰到天气好的时候 大家一定是多出去走走 多出去溜溜 嗯 然后景色还是蛮好的 我不管 这这有些背光吧 你是看它又是波光淋淋的 然后还有太阳在这边 我看看能不能照到太阳 看 还有天边这种 其实嗯 我如果这样照的话 那肯定大家已经看不清我的脸了 太黑了 嗯 这样的事 这样的话会不会好一点 其实也无所谓的 嗯 嗯 所以说之后我们还继续的行程 主要是还是 就是我会带小孩 像这种 嗯 什么 什么attractive 或者是有有有什么景点之类的 你就搜 我就搜到差不多了 然后我看评分较高的话 我几乎就直接就开车就过去了 嗯 也管也不管的好不好吧 有可能有时候带上吃的啊 有时候或者是在在在其他地方找吃的 然后就这样就是非常随意 然后就过去了 如果天气不好 或者老人比较累的话 那可能就在家里待这了 对 嗯 总之来说 嗯 我是不希望这种去做什么事情 都是感觉到那么累 那么那么急吧 但是summer house 你主要是 然后享受这种 嗯 氛围 嗯 看看这种天气 跟家人在一起 嗯 就是 对 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会 会多一点 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吧 嗯 所以说 我其实还是比较推崇的啊 有有的人会 可能会觉得 你这种summer house 是不是有些贵啊 其实我是说 如果在丹麦旅游的话 大家知道 因为你出去住酒店呢 或者是住airbnb啊 其实都是蛮贵的 啊 如果说 基本上一个标间 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吧 啊 反正这么这样一个水平 如果你 你 你 两个人住 那个 这样 这样的话 嗯 住summer house 其实我是觉得还是可以的 嗯 所以说我一直 之前也在犹豫 或者考虑 是不是要买一个summer house 或者是说 嗯 买一个类似于colonihal 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但目前我的想法有些改变 嗯 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也跟大家去聊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 嗯 涉及到非常一些 嗯 怎么说呢 嗯 反正不是很好聊吧 再说吧 这件事情 嗯 但其实我还是蛮喜欢这种summer house 对不对 如果你在那儿 然后支个烧烤架子 对吧 天气好的时候 大家一起烧个烤啊 或者什么呢 嗯 也还是可以的 嗯 我们这边 这边summer house 对吧 我其实还可以往前边走 然后 然后 我看看啊 大家能不能看到那边 我照到我的话 对 对 对 我不知道那边 清楚不清楚啊 就是在这个 那边的附近 有一个旗子 旗子那边有很多的 啊 游乐设施 那有一个不错的餐馆 嗯 是卖pizza呢 有很多附近的人 你知道吗 这都是大部分人 就是来这边 就是一个小村庄 也没有什么好餐馆 然后可能就去 我估计过两天 我们也会去吃一顿那个 那个餐馆 嗯 嗯 也算是这个附近的一点点的 嗯 亮点了吧 对 其实周文很多的农田 也蛮有意思啊 有的人就是 其实就是种了一些花 啊 还是蛮漂亮的 嗯 嗯 其实不在于你去了哪 不在于你刷了多少的景点 而只在于 你在这个路上看到了什么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子的 对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蛮重要的 嗯 可能过了这一个星期之后 一般的这个summer house 就是差不多 只是租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之后 我们可能开车 呃 再往南边 嗯 因为我借了一个朋友的一个 嗯 它其实也不算summer house 了对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house 嗯 它就是买在德国边境的那个小镇里面 然后我们可能去住在那里面 住几天 然后主要是去德国 开车过去 看一看 吃一吃 呃 逛一逛 然后 然后在南边也稍微 稍微看一看吧 有一些稍微有特色的一点点的东西 嗯 我现在其实可以再往前走一走 一直在这儿 感觉有些无聊 对 因为这儿有一个 这种小路 我们再往前走一走吧 嗯 所以说之后的一个行程差不多 也就是一周的时间 我们可能去德国 嗯 也是主要围绕在我朋友那个房子周围吧 然后开车差不多 嗯 100公里 嗯 左右的一个距离 嗯 因为的话 我女儿 有一个大女儿 她她对那儿比较晕车 其实我觉得她还好了 她没有那么像大家那么那么的晕 对 但是总总之呢 其实还是说 嗯 她并不是特别愿意 这种这种汽车的旅行 其实我自己愿意啊 我自己愿意开车看挺长时间的 嗯 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嗯 主要是她自己不大习惯 嗯 嗯 看看吧 这就是下面的一个打算 嗯 这几乎就算是丹麦就是比较比较比较深度游了吧 其实也没有深到哪里 对不对 主要是看自己的心情和看天气 因为你在丹麦这样的天气 其实是可遇不可求的 很多的时候 嗯 你觉得天气是好的 然后过去如果就发现啊 天气差的要死 然后呢 嗯 你弄的所有的 嗯 所有的计划呢 其实 嗯 也都白大 嗯 然后我给大家找一下这边 这边其实有很多的summer house 我不知道大家看到了没有 对 这边有一个非常 啊 玻璃非常大 我看指向 呦 我头后边这个 然后 这边其实也 也都是一些summer house 就会比较好的一些 嗯 嗯 嗯 这样的一个 主要是因为这个湖景吧 围绕这个湖 然后建了一些summer house 然后丹麦基本上 啊 都是这样summer house 就会建在比较 靠海呀 风景比较修理的地方 他做这样房子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 如果你在城市里住的是apartment 就是我们的公寓 对不对 你也享有自己的花园啊 或者是你想也住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你也想住一个house 然后你就可以跑到summer house里面 summer house的话 它不允许你常年的居住在这里面 但是呢 嗯 嗯 所以说 但是它也是比较便宜的嘛 对 你可能house的话 同等价位的差不多 比如说根本哈根地区的话 要五六百万的话 你summer house可能一两百万 当然不包括最北边最贵的那些个地区 那个最贵的那些地区 那些富人们都开始做这个summer house 你说是投资也好 或者是其他也罢 或者是旅游也罢吧 都是还是蛮 还是蛮贵的 所以说这边是湖景 然后这边是summer house 然后应该在他们的房间里 其实你就可以看到湖景和这个树和这个草 嗯 感觉应该是还是蛮漂亮的吧 嗯 但我觉得还好啊 对不对 你可以租一个房子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之后呢 你可能再去换到其他的地方 然后多去看看 对吧 这看看那看看 我觉得也是呃 比较惬意的啊 嗯 所以说再说回来 这种 嗯 summer house 嗯 嗯 嗯 呃 我其实之前我是比较 比较想是想想着有想法去买一个 但是后来我是觉得 其实还是租一个比较 比较好 对不对 你毕竟说 哎 我我可能看看这儿的风景 我下次看看看看那儿 然后我不定每一次都来到这个 这样的一个summer house 如果每一次都来到这儿的话 可能来不了多久 那就你会感觉比较无聊了 啊 如果你经常换几个地方的话 嗯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惬意蛮不错的 嗯 嗯 所以说这就是丹麦 丹麦这种summer house 还是蛮好的 其实它不让德国人买 如果让德国人买 德国人很多人愿意去买这种summer house 然后这边的summer house呢 嗯 它很多的是也都有也都有德语的 德语电视台啊 德语的所有的标识 然后英语啊 很多的时候就是德国人 他他过来租住 因为德国的很多房子太贵了 然后在丹麦还是怎么说呢 还是蛮便宜的吧 嗯 所以说嗯 就这样的一个呃旅行方式吧 你也不用去走大城市 也不用去去逛各种各样的一个景点 嗯 嗯 主要就是啊 居住在一个地方 看看周围的风景 然后 嗯 主要是跟家人在一起 这样的一种方式 嗯 所以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吧 嗯 好吧 今天就是关于这个summer house的 我就录这么多吧 嗯 嗯 嗯 我们到时候再看看 或者是 嗯 有没有其他的 我想想说的 我可能再录点其他的一些视频 嗯 好吧 今天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